三件徐台壞手同時動工 拆除忠孝橋引道 進入第三天 原本700公尺長的引道橋 拆到只剩下三段橋面 謝謝他們的犧牲 犧牲跟家人在一起的時間 這個我們沒有給工程單位 特別的壓力 就是說他們儘量做 如果可以提早完工 那當然是更好 動員上千名人力 前朝預估三個月拆完了工程 科恩市府壓縮到六天 2月7號凌晨動工 沒想到2月9號 原點拆除進度是30% 但已經飆過五成 大幅超前 立平9號就能拆光光 對旁邊居民 不管在交通或噪音上面的影響 我們也表示抱歉 大概台北市政府 將來在工程上 會採取一種叫 慢慢想快快做的概念 銀道橋跟北門 其實最近的距離只有60公分 非常危險 因此北市府在北門前面 竹起的這防護罩 來避免古蹟遭到工程破壞 被銀道橋擋住39年的古蹟本門 原本預計大年初三才能重現天日 但大年初一下午3點40分左右 已經將橋面順利調離 本門終於露臉 柯皮傍晚還特地默默去視察 這次算是一個 5G重現的一個運動 經濟上還支付得起的話 應該是可以文化保存 可以做多一點 不過當年是沒辦法 白門重現天日 為柯正西區門戶計畫 邁出第一步 不僅寫下歷史 也讓個性一向乾乾乾的柯皮 懂得調整快慢節奏 仔細化把快速行動 把民怨降到最低 記者郭向 全運文台北報導